你過來 很多人都問你是做什麼工作 做IT 是啊 太多人問了我男朋友究竟是做什麼工作 其實他是一個電腦獨男來的 沒錯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跟昨天的影片是同一天拍的 所以我也沒有特意去改變我的妝和髮型 很懶 但我換了一個背景 大家也沒有那麼悶 那為什麼會拍這條影片呢 其實就是 我也不知道 大家很興趣我現在做的工作 那如果你有看以前的影片 無論說Dacon的影片也好 或者之前的Q&A 或者是Instagram 或者你們平時問我也好 我都會回答大家 其實我是一個小秘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對秘書這份工作這麼有興趣 其實我只是做了一年 那既然是這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一年 覺得做秘書的 心得 不是心得的經歷 好了 很多人都會問我是做什麼行業的秘書 因為暫時我還在做 我沒有辭職的打算 所以暫時讓我保留這個小秘密 那因為我是我老闆自己私人請 自己銀錢出來請的秘書 那我就不是什麼大型公司請回來的秘書 那所以就跟大家想像中的秘書 就有小小的出入 那也很多人問秘書是不是很高人工的 那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較專業行業 譬如Ibank 或者在law firm裡面的秘書 也都開始慢慢做到高級的話 那其實那些就真的都算高人工的 那我想三萬元以上都不難的 那但是我現在這個秘書工作 只需要serve我老闆 基本上我是不需要對其他任何人去負責任的 那所以呢 我的人工就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高的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是屬於秘書和私人助理兩樣東西 一起做的 你們問我怎樣入行的話 我的入行經歷是超好笑的 那話說有一天我在Facebook那裡都是錄 那我就在一個地區的Facebook page 那就看到有一份工作就是 上午十晚錄的 那也都那個上班地點很近我家 那我就默默然就打算去試了 然後就很順利地去見工 然後就馬上去了做 那這樣了 那所以整個過程都是很有趣和順利 那不同大家平時那些又要寫求職信 又要見幾次 又要見HR 又要見經理 那就有些微的不同 那當還沒做秘書之前呢 我一直都會覺得秘書這件事呢 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大家都好像很怕老闆的秘書 那當我做了這一年的秘書的時候呢 我都發現 嗯 我都很認同這件事 其實秘書真的很兇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呢 我是兇過我的老闆的 那其實經理或者老闆 是很多很多事情都要靠秘書幫忙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他們都怕了秘書 那好了 那秘書的工作範圍了 嗯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秘書這份工作很高尚 穿得很漂亮 很斯文 打扮得很好 但是呢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呢 這個美好的外表底下 其實是一個超級打扎來的 那很多時候 無論他在工作上 私人上 生活上 臨臨種種 或者是精神上的事情 都要他問你 那件事就算你覺得 多荒謬也好 你也是要幫他解決 或者是回答他 公司發電郵 或者是他被人邀請了 你要去檢查一下對方的底細 那當然 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可能是吃飯訂單 之後去郵局寄訊 或者是收訊 去入票 銀行 所有的東西都是秘書去做的 但是呢 我就不單要看著我的辦公時間 我老闆所有的東西 辦公時間以外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都會關我的事 例如我老闆去旅行 他預約什麼機票 那些機票的格格是多少 我都要幫他去找 然後找酒店 他都會問一下我的意見 哈哈哈哈 然後他放假去跟家人吃飯 要幫他們訂單 或者是他們想去燒東西吃 又要訂一些爐 那些東西 那他全部要求到的話 我都是要負責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 林林種種種大大小小的事務 秘書也是要做的 而對於秘書這份工作 我做了這一年的感覺 我做過那麼多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工 那究竟秘書是否一份好做的工 我覺得其實很取決一件事 就是你的老闆 遇到一個好的老闆 固然這份工是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對於如果老闆是一個很刁難的人的話 其實這份工也可以是很接近的 那我自己就很幸運了 但是我遇到那個老闆 那當然他有他的缺點 但是我覺得他的優點也挺多的 例如有些位置其實我自己也接受不到的 有時候我會做錯事 但是他是沒有任何覺得責備你的反應 那你只要改回去他就沒事了 還有有些事情可能是他叫我做些事 那我就跟他說我吃飯 我吃完飯才幫你做 那他又只回答我OK 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不會就算你吃飯的時候 也要你立刻幫他去解決那些事 那當然我自己也會去分解那件事的不同程度 那還有我覺得做秘書 你自己也要很懂得去揣摩你老闆的心路歷程 那有時候你也要看眉頭眼壓 究竟你老闆的心情好不好 他跟什麼人說的電話 你究竟要不需要幫他關門 還是他想開門說電話是給別人聽的呢 那很多事情你也要慢慢去適應 和老闆磨合 總括而言 其實秘書要做的事 是比你想像中應該是多和雜的 有時候你真的覺得自己是沒有需要去做 或者這件事是很stupid也好 但是因為你受人錢財 你收了份人工 基本上老闆叫你做什麼 你都要做出來的了 這個就是我做了這一年的秘書的小心得 我也知道這段影片是有點廢的了 因為其實在秘書方面 我又不是一個很正統的秘書 我是一個老闆私人請回來的秘書 所以我跟外面大公司的明真暗鬥 辦公室政治 我全部都不需要參與到的了 所以我算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小秘書 所以今天大約的分享都來到這裡 都希望滿足大家想知道我現在做什麼工的概念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星期六的三點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